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扩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越走越宽广 中国经济成绩单 分量足 成色好 既有量的合理增长 GDP同比增长5.2% 在主要经济体当中 名列前茅 仅增量就超过6万亿元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 一年的经济总量 又有质的有效提升 消费主引擎作用凸显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高技术产业投资 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新三样出口额突破万亿元大弯 既有稳的坚实基础 具有超大规模市场 完备产业体系 净9亿劳动力等优势 增发国债 减税降费 降准降息等政策组合权 逐步发力显现 又有近的广阔空间 未来十几年 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 数字经济规模 2027年有望达到15.7万亿美元 一批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新型资助产业 快速崛起 中国经济崩溃论 一再崩溃 中国经济见顶论 毫无事实根据 不管是关税战 科技战 认知战 都阻挡不了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